林仪这边进屋睡觉 林芳那边彻夜难眠 田氏让人给林芳带话 让她不要着急 林家会看上林仪让人诧异 可是这件事毕竟还没有定下来 林芳虽然想要骨气 狠狠放下一句 竟然林家不识货 她也不必上赶着强求的画来 可是画到嘴边却又张不开口 只要想想林家大郎俊朗的面容 渊博的学识 就扁了茄子 林家不是还有个数字吗 将林一家给数字好了 明英紧张地四处瞧瞧 好小姐小点声 让人听去了不好 林芳冷笑道 怕什么 她祖母本来就是个不明不白的贱货 祖父才回京几日 她就猪胎暗结 生下来的东西 指不定是不是陈家的呢 上她顶着陈家女的名头嫁出去 已经是便宜她了 还 还想跟我抢 我呸 给她脸 她就赶在太岁爷头上弄妥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破落户 林芳骂了一通 觉得心里舒坦多了 第二天 田氏一身轻装来看掌房老太太 家里的家眷都要来看老太太呢 问我能不能在您这边讲次经 林芳看看旁边一脸笑容的林芳 怪不得 林芳早晨起来就特别高兴 全来是 田氏已经让人提前知会 要来掌房讲经 掌房老太太屋子里供着佛祖 就算生病也要日日去佛前念经祷告 如今 原家的事人力已经去争取 要想再求 只有这悲天悯人的佛祖 田氏这样一说 正好中了掌房老太太的心思 掌房老太太果然高兴道 只是麻烦了你 田氏千功一笑 能孝敬老太太是我的福气 只怕到时候园子里要乱些 掌房老太太笑道 那不打紧 有下人伺候呢 只是你们年轻人 要被我这个老太太拖累 反而是玩不起来了 田氏想到原家的事 只是叹气 哼 老太太病了 原家出了事 我们哪有心思 就是陪您解解闷 掌房老太太和首 我知道你的苦心 蒋经那日 就让人在南街设周棚 救济穷苦 田氏经常拉拢身边的亲友 做善举 每年要开几次周铺 大雪天的时候 田氏还抱病 四处奔走 为灾民筹备银子 经理人都知道 陈家有这样一位女菩萨 不知道这位女菩萨 又要度谁出苦海 二太太田氏蒋经 在经里已是寻常 这样一来 由田氏牵头 大家聚起来倒是好事 送走田氏 掌房老太太笑得 眼睛眯起来 上厨房 跟六丫头几个 多夹些菜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不能跟着我老婆子亏欠了 白妈妈看到 掌房老太太开心 心里也跟着痛快 您是心心念念 想着六小姐 奴婢还是去将六小姐叫来 跟您说话 掌房老太太没有阻止 白妈妈笑着退了下去 不一会儿功夫 林姨捧着一只花壶进了屋 花壶中秀丽的枝叶伸出来 却遮挡不住 林姨脸上的明艳 面容不如林芳妖娆 却是比林芳细致耐看 女子到寇年华时 都生得玉聪式的 打扮起来各个漂亮 就像花圃里的百花 可要是让花迷了眼睛 便辨不出哪夺有真的方向 所以大户人家选媳妇 就要细细端看 美色能骗人 风骨和气质才是最稳妥的 不知道林家看上六丫头 是误打误撞 还是真的有好眼光 林姨将花壶摆在 临床矮桌上 然后坐到掌房老太太身边 掌房老太太这几日 病好多了 脸上都有了光泽 上你说对了 你二伯母 果然要来我这里奖金 林姨低头笑了 互打互撞 没想到就猜准了 林芳故意将水打翻 误伤林婉 白妈妈出主意 正好借这件事 将林芳送回二方去 林姨就说缓一缓 林芳这样回去 定要跟二房老太太 董事哭诉 说不定脏水污水 都要泼在她身上 免不了要让她一通辩解 而且掌房老太太正好 不知道身边的亲朋 还有哪家愿意帮原家 渡过难关 林芳向田氏求助 以田氏一贯宠溺女儿的做法 说不定正好是个机会 哼 这下老太太能借这次奖金 发宴请的帖子 愿意来的肯定会到 想躲的就会找借口避开 原家出了事 大家不好明着去原家打听消息 倒可以通过陈家 了解一下整件事始末 掌房老太太笑道 等你大姐回来了 让她好好谢你 林芳不好意思地低头 就算我不说 也会是现在的清醒 再说掌房老太太 也会想到这一劫 掌房老太太看着 低头含笑的林芳 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就豁然畅快起来 自从云里去世 她心里好久好久 都没有这样舒坦了 我们才从郑家回来 自然要先请郑家老夫人 掌房老太太的帖子 很快发下去 郑老夫人身子不便 就让郑二太太过来 郑家人还带来了 郑妻小姐给林姨的信 郑妻小姐也要过来凑热闹 雷婉伤了手 不能拿针绣花 干脆就跟丫鬟一起打落子 林姨自去按上回信 林芳让人仔细去掌房老太太 房外盯着 看看林大太太和林郑清 会不会来 得知林家说要过来 林芳的心顿时扑腾个不停 连忙回去 让人准备衣衫和首饰 一时之间大家都各自忙碌 等到正是百夜那日 林芳一身赎紧 踩着玉地的绣鞋 跟在田氏身后在垂花门迎客 陈二老爷陈允舟在前院照应南客 掌房里里外外都是陈二老爷一家帮臣 林稳林姨就陪在掌房老太太身边 看着晚辈给掌房老太太请安 他们两个规规矩矩回过去 女客坐满了花房 大家开始喝茶聊天 只要谁说到原家 屋子里就立刻静谧无声 下人络绎不绝地将茶点放上来 屋子里的小姐们吃了些茶点 太太夫人们终于发话 让他们去园子里转转 大家巴不得如此 尤其是齐家两位小姐 自从落了座 就不停地向林姨使眼色 小姐们出了门 就像出容的鸟儿 大家都常常地呼一口气 齐三小姐将林姨拉到一旁 哎 你大姐一家没事吧 听着让人心惊肉跳 我和妹妹还向母亲打听 说起这个 林姨也沉闷起来 玄家能不能顺利脱身 谁也不知道 这毕竟是长辈操心的事 几位小姐好不容易凑到一起 就想多说些知尽话 玄家的话题很快被岔过去 齐三小姐道 齐三小姐道 今儿我哥哥也来了 要去给长方老太太请安呢 齐家 玄家 林家 和陈家 有几大的情分在里面 平日 都是常来常往的 齐五小姐和齐三小姐对视一眼 拿起帕子 无嘴笑呢 你记得一个小小的姐就难住了哥哥 哥哥哪里吃过这种亏 你若是男子 他只怕早就生了结交之意 赎金八成已经拜了靶子 这样的调笑 就算谁脸皮再厚也要红起来 三个人刚说到这里 看到田氏领了一个 穿着轻衣被子的妇人进园子 齐三小姐疑了一声 诶 二太太将宋太太也请了过来 林依看过去 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情 齐五小姐就将林依拉去一边 那十二太的娘家远房亲戚 最近才进京里来的 听说是家里的公子生了病 进京讨药 看来这药讨得不顺利 不然也不会对田氏这般硬和奉承 神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 才会病急乱投医 齐三小姐看左右眉人 嬉笑道 诶 你还不知道吧 如果提起宋家 米四姐就会立即变脸 这个她倒是不知道 齐五小姐道 宋家原来可是金灵的大户 宋陈两家早就有结亲的意思 加之有陈二太太这三关系在 四小姐三四岁的时候 仿佛就口头许给宋家了 谁知道宋家的少爷得了痘症 一场大病之后脑子就坏了 这门亲事自然就不再提了 齐三小姐故意嘟着嘴学林芳的样子 亲事虽然作罢 可是谁要是说起来 陈四小姐就十分不乐意 林芳向来眼高于顶 就算亲事没成也会觉得晦气 说出去更是有损她的名声 不过既然是这样 田氏怎么会主动请宋太太过来 宋太太进了屋 林芳也欢快地从花房走出来 看到林芳和齐家两位小姐 林芳笑着主动上前打招呼 嘿 原来你们在这里 说着看向林芳 刚才也为我们家的顾娇来晚了 一会儿借你认识 齐三小姐五小姐目光闪烁 陈四小姐怎么自己主动提起来了 齐三小姐用扇子掩住嘴道 你那位表哥的病怎么样了 林芳也不恼 哦 这几日好多了 听说也在前院呢 说着去看林芳 今天女课多 你要多在意着 在人前 林芳是姐姐 说出一番大道理来 妹妹只有听的份 虽然园子里的女眷 都是淋漪不盲照应 林芳只是选几个 高门大护家的小姐上去攀谈 这一会儿功夫 林芳就找到了林三小姐 不知道两个人 说到了什么有趣 林芳笑得花枝乱颤 齐五小姐 开始数落姐姐 你呀 就是话多 齐三小姐冷笑一声 你瞧陈四小姐今天的模样 就知道她没安好心 说着去看林芳 你可要小心着点 你那位四姐啊 八成以为 你要和她争林家的好亲事 齐五小姐脸色大变 恨不得去五姐姐的嘴 齐三小姐道 你左右也没人 你怕什么 我们都喜欢六小姐 有什么话 自然和她提个醒 齐五小姐叹口气 表情终究不自在 我们毕竟也是规格的小姐 这些话也是浑说的 齐三小姐怅然一笑 你总是怕东怕西的 说着将林芸领开了些 三个人坐在翠竹林里的石凳上 齐三小姐将周围的竹子看了一遍 这些竹子重的讲究 比我们家的子竹又漂亮得多 林芸笑道 这是万寿竹 你若是喜欢 走时让人挖些母竹带走就是 齐三小姐扶手 那最好不过 话题扯开了一会儿 三个人之间又亲密了许多 齐三小姐就将刚才想说的话 一并说出来 林家大佬是不错 只是林大太太却不是好相遇的 咱们巴不得林林家远远的 谁愿意嫁过去就让谁去 用不着每日百宴 拿我们姐妹过去遮掩 齐三小姐说的是实话 大家族里挑选媳妇 总是将亲朋好友家的小姐聚在一起 真正留意的 只剩那一两个 旁人全是陪着走过场 我知道妹妹是玲珑心甘 有些话我也不瞒妹妹 林大太太向来一人独大 眼里容不下旁人 我只说一件事 妹妹就明白 这林大老爷年轻的时候 也想搞些风花雪月 结果被林大太太抱着儿子 字意一次 就眼齐息鼓了 抱着儿子字意 林一诧异 林大太太也真能想得出来 你说的是林家大爷 齐三小姐道 就是林大老 连亲生儿子都能利用 可想而知 林大太太的手段 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林一继而想到 新婚之夜林正清的模样 从小耳听目染 比她母亲更胜一筹 林家那个地方 真是狼窝虎穴 天还有那么多大家闺秀 想要嫁进去 清闲的时间 只削片刻就过去了 林龙笑着来寻林一 正妻小姐正满园子 找小姐呢 这么多女孩子聚在一起 要想大家都满意 也不那么容易 办师会跳格子 斗车 林林总总 林婉林方林一 穿梭着忙活 林方打发小丫鬟 去端子河 小丫鬟走远了 林方带着明英出了月亮门 躲去旁边的假山石后 林方迫不及待地问 准备好了没有 明英有些惧怕地点头 这样行不行啊 林方皱起眉头 有什么不行 掌房的下人少 行事才方便 你吩咐她躲好没有 明英仍旧忍不住手指颤抖 奴婢 奴婢好不容易 才打翻了宋家的两个婆子 急急忙忙告诉宋家大爷 要玩捉人的游戏 两个婆子 整日里伺候宋家的傻大爷 其实心里早就厌烦了 好不容易轻松一下 自然不会错过 再说 掌房请来的女先生 实在技高 大家都自然而然 围着去听曲呢 支走了婆子 只剩下身边的小丫鬟 就好对付得多 明英让人端了茶点过去 吸引了小丫鬟过去吃 然后她趁机和宋大爷 说捉人的游戏 宋家人说过 宋大爷最喜欢 让下人陪着这样玩 将六丫头衣服的颜色 说清楚了 明英点头 哦 虽然府里也有别家小姐 穿天壁色的衣裙 腰间却没有配红粉的流缩 况且早上 小姐还送了一串银铃给六小姐 林芳妍嘴笑 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所以吸引了宋家大爷来捉 被陌生男子搂抱丢尽了脸 看林家还要不要他 最重要的是 那边一闹开 看这边才好做他的事 林芳整理好自己的衣裙 又转了一圈 让明英看看 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 明英不敢怠慢 此此细细地 帮林芳打理了一番 主仆两个 这才分头行事 林芳一路奔南院的荷花池 掌房的园子很大 北边的小园 种植奇花异草 兼有群芳亭 适合女眷旁边玩耍 南院修了白燕 十滴变种莲花 剩下时摇船采莲 毫不惬意 也许男子会闲步过来瞧瞧 林芳让人盯着外院的林大郎 只要他来南院 就是他上好的时机 他就不相信 只要见了他 林大郎还会要 溜丫头那个乡巴郎 果然让他猜准了 林大郎落了单 他就让小丫鬟前去引人 南院那边有些细处 只是提点一句 让人知晓也没什么 林芳心情越来越欢快 小心翼翼踏上白玉石阶 一步步向前 翘着手指轻轻勾起裙脚 脚摆着身姿瞧着景致 迷着半名半妹的眼睛 过了桥到了对岸 仰头看岸边垂柳 心中失性如同刚刚土蕊的心嫩 脚尖跟着脚跟 脚跟跟着脚尖 脚弓弯起落地极青 玉底的绣鞋 却又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己的优雅动人 若是在这时候那人出现 他慌张如小鹿般不知所措 正在盘算间 一抹宝蓝色的人影 出现在他眼前 如星辰般明亮的眼睛 好整以侠的神情 勃勃地嘴唇上扬 有些奇怪 又有些惊讶地望着他 第一次独自见外男 免不了会惊慌 林芳心跳如骨 正不知道如何是好 仿佛园子里 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哎 大爷 大爷 林芳这才想起来 要忙转身落荒而逃 林芳本来离池边就近 脚下轻轻一滑 眼见就要跌落池塘里 却觉得手腕一紧 被人拽去了旁边 林芳不由地叫喊一声 紧紧闭上眼睛 母亲想要攀上会合郡主 给她选一门更高的签示 可是她就看好了林大郎 等她的身子被扶正了 她就该脸刃谢林大郎 林芳正想着 感觉到额头一阵麻痒 难不成林大郎这样大胆 竟然 林芳睁开眼睛 眼睛向上翻 在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她额头上之后 她立即后悔